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1月23号星期六 2020年全美国的枪支销量终于出来了 我一直很关心这个 然后我其实特别想看看大家在买什么枪 因为我觉得消费者的眼睛是雪亮的 大家都是用脚投票的 对吧 大家都买的枪的 肯定说明这个枪的各方面来讲还不错 对不对 我想看看这个 但是具体的枪支的销量排行榜还没有出来 但是是这样 华人的游泳报道 他们得到了数据是这样 美国2020年枪支销量增加了64% 创下有纪录以来的最高 对枪支背景调查数据的分析 他们是通过这个来分析 美国2020年全年枪支销量约为2300万只 一年卖了2300万只枪 美国有3亿多人 2300万只枪 比2019年增长了64% 根据贸易组织 美国国家涉及运渡积极会的数据 2020年美国首次买枪的人数达到了800多万人 一年有800多万就从来没有买过枪的人也买了 其中也有我 我也是2020年第一次买枪 我也是800多万之一 2020年出售的枪支 比有季度以来任何年都多 一年内出现了三次的构枪高峰 第一次当时就是新冠疫情 新冠疫情出来最厉害的时候 三四月份的时候 那是迎来了一次买枪的高峰 第二次出现在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之死之后 就大规模的打砸抢烧 烧教堂抢罗尔玛 那么枪支销量 这是六月份 枪支销量在七月份再创新高 到了11月和12月 美国大选结束 11月3号和4号 结果不一样 大家就愣了 开始够枪 觉得故意要打起来了 导致2020年的12月 美国进行枪支背景调查次数 比过去21年里的 任何一个月的调查次数都多 也就是在刚刚过去的上个月 是美国有史以来 销量的最高的一个月 在以前 就是说在2020年之前 最高纪录是2015年的12月 2011年12月达到了331万次 到了2020年 就是去年的三月份 就是说第一次先打破的历史记录 六月份再次刷新的最新记录 到了12月再次刷新 所以去年一年 三次打破历史最高记录 三月六月十二月三次 到了去年的12月 就是上个月 枪支背景调查 近400万次 枪支背景调查 是不是就是卖了这些枪 不是 为什么这么说 枪支背景调查 基于各州法律不同 和实际购买情况不同 因为每个人 每一次可以购买多支枪 你像我们 我后来买枪不也是吗 我一次买了两把 还记得买了一把 AR15 一把300BLK 对吧 就是一次背景调查 买了两把枪 有的人甚至一次背景调查 买三把枪或四把枪 这都有可能 所以只能说进行了这么多次 并有调查 但到底卖了多少枪 最少也是400万支 甚至有可能更多 所以这个数据还不准确 也就是说 只能说最少是卖了这些 甚至有可能的卖了 就是说 不是说有可能 是肯定的卖了更多 因为我都是 你就直接买两把 一买买两把 这种 对吧 那么 好 那么美国的全国步枪协会 给拜登 是不是就是说到了2021年 就是说热情会递减 我们不认为全局已经结束了 热情应该就要递减了 现在不是 拜登上来之后 大大的刺激了买枪 美国全国步枪协会 给拜登打了F分 什么叫F分 美国教授打分 一般是ABCD A就是好的 D就不及格了 C就及格 知道吗 D的话就要重修了 那么美国步枪协会 给拜登的大分是F ABCDEF D就已经不及格了 F就不知道 F什么 F是fail F就是说 你就完了 你就必须得重修了 但实际上D 你就得重修了 有一些 我记得有一些专业是这样的 有一些专业要求 你的某一些专业课程 必须要C加 得C多少重修 就是C的话 你都不能毕业 当然各个大学不一样 反正我校是这样 我校还是全美排名前100了 现在准确的说 应该是全美排名前80了 我校还是大名鼎鼎的 反正我以前 我们上学的时候是这样的 就是说得C都不行 专业课的话 必须要C加 最少能接受的是C加 C你就得重修 D就别提了 D就不及格了 F是fail掉 fail掉通常是什么 fail掉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要是不行的话 你就说 你把它做谱 或者是放弃掉的时候 但是你要做谱太晚了的话 那么它就是说 为了不影响到你的学分 它好像就只有两种 一种就是说过了 一种就是没过 没过就是fail了 反正就是说 反正就觉得拜登就fail了 就完了 哥们根本就完蛋 好吧 说拜登现在计划要限制 每人每月只能购买一支枪 并且要重新制定的对武器 以及高容量弹夹的禁令 随着拜登一月就职 更多的人前往枪店排队满枪 所以一月份 冗创 看来这个月又要冗创新高 这个月又要更加的疯狂 我也发现了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 我这两天我想买把枪 我枪店 要找老外枪店 是必须要预约的 预约到什么程度 他10点开门接受预约 我从10点开始打电话 打到了10点10分 10分钟 一直打不进去 一直战线 到了10分钟之后 再打电话进去告诉你 他就放录音了 就说我们今天的预约已经满了 你明天再来 然后我就第二天再打 第二天一样 10分钟之后 我就告诉你 今天预约已经满了 我现在已经连续三天了 对不对 我到现在没排上预约 我进不了那家店 他们现在只接受预约 因为疫情 只接受预约 连进都进不去 我想去买只枪 到现在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现在也不再预约了 为什么呢 他家有个网站 网站上就是说 我进了什么枪 有什么枪 然后你们来预约 预约的你要告诉我 我要买什么枪 然后告诉你几点你来 来了之后 他就拿这把枪给你看 对不对 我现在我也不约了 因为我发现都卖的差不多 没有了 我想买的枪 全部都被他卖光了 连着三天打不进去 也排不上队 也就完了 然后枪也就没有了 你知道吗 那枪基本上 好一点的枪 就是上午进来 你上午在网站上看见 有下午再看就没有了 就卖出去了 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就没办法 根据英国独立报 21号报道 由于担心拜登上台后 收紧枪支管理 佛罗里加的民众排成队在买枪 佛罗里加一家枪店的老板 告诉独立报记者 说拜登上台后 一切变得越发的疯狂 商店上午9点开门 但是顾客从凌晨2点便开始排队 等着买枪 真的就是非常疯狂 不过我跟你说好消息 虽然我最后 我当时我在这家枪店 其实他当时出的这个枪 他当时有 SIGSWARE的P26 这是我想要的 卖没有了 然后320的X-Compact 我想要的 卖没有了 我想买的P365的XL 也卖没了 也没有了 但是虽然这家枪店 我们没买到 但是一个好朋友帮忙 他另外一家枪店 买到了一把枪 就是新买的一把 一会儿我为大家捡点这支枪 新买的这支枪 非常非常高兴 能买到这支枪 这支枪现在非常难买 非常非常难买的一支枪 好不好 一会儿给大家讲一下 最后还是买了一把枪 好不好 我还很开心 很高兴 因为这支枪现在真的非常难买 一会儿为大家讲一讲这支枪 好吧 反正目前就这么情况 现在很多人估计 这个月会打破 上个月12月刚刚创造的 有史以来的最高季度 因为担心拜登要进枪 这两天简直买枪已经变成了一个 就是疯狂的一个地步 以前枪店对方打个电话 你还能预约进去 虽然最后可能到了下午 快下班了 给你预约还两点进去 现在已经完完全全 就是预约不进去的这么一个地步了 行 我觉得挺好 咱们往后看 我觉得这些都不是什么特别好的 这个兆头 不过让民主党接着那什么 没关系 民主党有兵 人家有枪 对不对 人家就是有枪 人家有部队 然后再不让你买枪 人家彻底下就长治久安了 好吧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